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第10場 二班的千四 高班的長口 所以很多馬都跳得不錯 過半身的馬都值得三隻手指 配備轉變 這隻中華盛景 這個頭罩戴了貴技 今次就拔了它 95尺套初跑 第一次用鼻孤 第一次用靠叉鼻孤 先看看這隻線路之星 它是一隻長勇的馬 縱使你說場地有點差 但是沒有了它的走勢 仍然都急勁有力 還挺聰明的 好了,中華盛景 其實這些馬 這些馬跳很明顯 受到場地影響縮疾縮疾 這些跳功夫已經沒有什麼意義 交不到它本身應該有水準 但這些馬除了耳套 臨場會不會急 要看緊 這隻就是街運財 以希斯的馬來講 它也算準成 起碼就算贏不到 經常都在前列過終點 分就盡 你一直都突破不到這個分數 跳過就很放鬆 好,接著就幸運有你 其實大家都是一些 挺好的馬 這麼多隻都 它跳,跑完上次三個星期 三課 腳法很好,很整齊 其實這些馬一向都很喜歡 包裝必勝 這些都相當厲害 不過上次遇到一隻更厲害的維港智能 它又不夠跑 回來跑千四 我覺得都是射程範圍 每隻都好像… 可能是高班 不過我覺得剛才包裝必勝 那些地都對它有些影響 好了,這隻就是幸運傳奇 又是健康,上次是有痰 不過也是讀孤一尾跑法 我想真的是死路程 來地一六五零 這些又是狀態很好的 平常心 你選不選是另一回事 但是神操節目 繼續都要給三隻手指 就是這些馬 就算幸運傳奇 我也覺得它跳得好 那你看看會不會做到 上個星期翡翠鳳凰那些事情 上次跑包尾也是這樣說 馬是真的養得回 好,歡迎福星 都用了很多時間去慢慢做 但是轉馬房那些… 它是跳完,伏了貨 接著一直停下 這樣我就有點擔心 慢慢來吧 是呀,很久都不見了 這隻歡印福星 當然它也有一段時間在重化 所以就少點見到它 等它熱身先 這些馬人都跑得很興奮 還要沙田千四 好,接著再看 紅運帝王齊天大勝 哈哈大笑 還有佳運財 紅運帝王 我想是一個榜裡面 會是賺了少許優勢 還有我剛才說 很多馬 你看小號碼那些 其實連場都有些賺 善露之聲 中華聖經 但是每隻馬都駁得很厲害 這些可能是今季才起步 它是慢慢做 說真的,上次贏馬 我都嫌它太熱了 沒贏過那些馬 但是出了頭,開了竅 可能真的會爆上去 對,我也覺得這隻 心藏不露 這隻熊運帝王 它不是一隻漂亮的腳踏馬 這是肯定的 但是落到場 忠心倒備 跑法靈活 所以這些馬上來 這個班數 我覺得它也夠爭 它還有一個樣榜 好,再看一隻 齊齊有福,近鏡頭 不過這些馬上來 跑千四 對手也太強了 千二都已經潤水 那就再慢慢匯一下 看看初出馬 這隻九五尺套 帶了一個避孤的 前面坊頭 是加州得力 走出外面 就是英雄豪傑 也大號碼 這隻九五尺套 257號碼 是偉達的馬 是四歲的 當然它是一隻這麼高分的馬 在外地當然有它的戰績 但是水準 我就不認識了 那些外地戰績 但是這集也騎得很厲害 但是你看英雄豪傑 三幾個戰部已經走上來黏著你 那隻英雄豪傑 還有這隻九五尺套 它有時候你全開給它 它又難保持 它是一月份才開始騎 最初的復活力 拳功夫 別管它 一、二月才正式做事 接著就是電源之區 我覺得這隻馬 其實狀態不頑 上次是否濕泥地 在內南逼逼勵勵又不行 我覺得也要再認證一下 因為這場對手都強 我覺得這隻馬好像 連樣子都不同了 對不對 好,來到第十場 二班的千四米 這組都雲巡 很多馬都可以選擇得上手 我選擇了的馬 就是兩隻五和九 包裝必勝 紅、雲、帝王 兩隻都是側身 四歲馬 兩隻都是一些很文靜 很淡定 操控自餘的馬 我比較喜歡這些馬 其實二號的中華盛景 我自己很少給兩隻手指 給兩隻手指的原因 就是因為近期的快跳 我相信都是跟場地有些影響 馬跳得不太好 但是你不知道 星期日下不下雨 如果你說星期日突然下雨 會不會對它有影響 不知道 另外一、線路之星 都是長期見勇的馬 所以這些一 擺前面走 都不要忽視來到貴尾 很多馬都帶到的 不信不信有道 看這次又帶成怎樣 很多人都會說 煽路之星 都是潘盾跑的 每個人都不放他 每個人都不放他 讚賺賣賣賣賣 再賺賣就可以 我也不知道 幸運傳奇 會不會強行和他在前面燒瓜 燒乾他 還是怎樣 這些是很難計算的事情 但這樣計算 我剛才所說 一、二、三、四、五 或者五 很多場硬仗去跑了 有些是想跑大賽 但未能成事 不過他們都是一隻挺好的馬 但紅運帝王就不是 好像循序漸進 現在才開始開竅勝馬 無異上次贏 好像二進般的賠率偏熱 但也算是開竅勝 他是一隻北半球馬 這個榜也做了星神威 一、九 都跑 我想這些其實都說明了很多 你加上這件彩衣 你查一查就知道 馬沒問題 亦都回舊有試襲 應該九號馬較為硬正 其實三號馬街運財 我都喜歡 但我真的不知道 他的十檔會怎樣縮到來跑 上一次的街運財 是非常有突破表現的 至於其他大號碼那幾隻 其實七號馬 平常是養得很好 我覺得這隻馬 是養得快 但這場馬都不敢拖 留意著走勢 其他就臨場再看 第十場賽事 都跟大家研究過